新冠变种病毒Armicron习港 随时引发第五波大爆发 港府今天宣布将在下月24日将一步拡大疫苗气泡 到时市民进入食市及大部分表列场所必须接种新冠疫苗 有关安排亦适用于于学校、博物馆等场所 特首又承认香港出现Armicron个案 影响与内地商讨面检疫通关 相信要等多一暂才能够恢复与内地正常往来 究竟一阵等于多久? 之前又说圣诞新年有机会有限度通关 现在圣诞新年过了,农历新年又来到了 疫苗气泡和,泡就泡 不过是分隔两地的家庭 一家团聚的卑微愿望成为炮影的炮 问心说,除了那群黄丝黑暴 特意要整个香港揽炒 一般市民都肯配合抗疫 好像都安心出行出入各种场所 大部分市民都照做 最多都是怨两句、吵两句 的确真的引力不便 港府不是比封建时代皇帝 防民之口甚于防村 舒化不满不用拉人封艇 港府谷针无所不用其击 市民亦是抱类似的态度 真可以令疫情断尾 重回岁月正好,虽不满意会接受 正如有呼吸系统专科医生说 如果港府希望以疫苗气泡阻折变种病毒 不切实际 事实摆在眼前 不少西方国家推行相关政策后 病毒仍然在社区爆发 可见最有效的防疫方法 在于严防输入个案 专家又建议 长痛不如短痛 当务之急 是减少高风险地区抵港人数 包括检讨地区性熔断机制 菲律宾、英国、美国等重灾区 或考虑停航一到两个月 同时检讨如何防止有人 从高风险地区转机返港 大家有眼看 每次香港和内地通关 稍现曙光 香港疫情必然反复 一次可以说是意外 两次可以为巧合 三次、四次去到N次 不是有人从中作梗 都很难令人自信 如果市民不分黄南 有条件的都抢着疑问 是对港府管治头下不信任票 大批市民为了回内地过年 不惜坐21日疫监 肯定是看死港府 根本无心堵塞防疫漏洞 港府官僚好话讲进 强调为早日通关 中央要求做甚麽就做甚麽 但第二件不说 只是内地和香港通关 其中一个条件是收紧基组人员豁免检疫政策 港府一直借了龙耳诊的耳朵 正正是因为国泰空笑反港之后 违规出去聚餐 最终引爆望月楼群组 令持续近三个月的社区 武艺环境面临失手 市民辛辛苦苦防疫 最终他要为部分人的无耻 以至政府的决策失误埋单 何其无奈呢? 香港高官很早一句已经严厉认斥国泰高层 就当做了事 查实靠基组人员自律检疫一组 就证明不够了 去年10月 台湾华航一个机司居家检疫期间 违规外出 事后涉事机司除了被无限期取消空勤资格 更收到民航当局60万新台币罚单 华航被罚款200万新台币 看回国泰 只炒了相关人员想切割 特首更加说明未必有清晰法律基础 对相关人员采取法律行动 即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 当然了 港府经常是养狼狗咬心口 花费公帑公养 结果被对方吃饭集锅 国泰是这样、港台是这样、假男人也是这样 都是市民 早就见怪不怪了 港府抗疫脱漏多多疫情死不断气 到底是不能定不为呢? 这个问题实在很值得探讨 国家防疫采取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政策 务求做到动态清零 相较美、英等西方国家成绩有目共睹 偏偏港府防疫仍然出现一股逆流 有政府专家力速港府访效新加坡开放边禁和病毒共存 并同时实施疫苗护照 希望今年暑假可以博一博和国际通关 明明防疫全国一盘棋 有人是想香港另搞一套 到底是什么居心? 港府高官口口声声通关是头等大事 大家信不信呢? 好了,今集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大家觉得是like 搞错还是吃花生? 投票告诉你们 practitioners 可以全部填造出 优优独播剧组 姿务